欢迎来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 该建筑的准确建造时间暂时无从考究 但是有证据表明它在17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了 是当地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它属于阿尔玛顿教区 起初供奉的是当地的保护神圣母埃斯特雷亚 直到因为在独立战争期间被法国军队摧毁 此功能被转移到耶稣拿塞勒修道院 该教区原本是通过圣特奥多罗的入口进入的 随着采矿业的迅速发展 使得之后必须将入口改到另一侧 教堂经历过多次翻新 最后一次是在1970年左右 当时在对圣塞巴斯蒂安的供奉之下 它再次被授予教区等级 早期教会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不同 它的正面朝南是三角形的 没有钟楼 在它的对面可能曾经是钟 也可能是祭坛 今天我们在矿山公园所可以看到的 该历面上砖块多过砖石 而根据原本的计划和图纸 只有一个被支柱支撑的钟垫 这本来应该是个小礼拜堂 在19世纪的重建中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 为了四个钟 用砖头所建的小尖顶 它把通往圣殿的入口 从西侧改往东侧 在20世纪 教堂实施了更多的改造 整个建筑被分为两层 下层用作临时的储藏室 上层则用作社会食堂和古物储藏室 它有一个圆头的举行平面图 由砖石和脚铁砌成 侧面是圣基督弥撒堂 有名圣母污染原罪弥撒堂 目前教堂的大门 是圆形山墙中的半圆形宫顶 有一个由项目制成的 有趣螺旋形楼梯 但是这里暂时不对外开放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邀请您 一起前往下一个景点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 更多故事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